柯震東導演 來 我們給他拍拍手 柯導好 柯震東去年底受傷後 第二次公開亮相 一開始主持人黃紫嬌 也不忘再給他加油打氣 那最近也有一點點小傷 不過看起來狀況不錯 希望大家繼續為他加油 雖然上市逐漸好轉 但柯震東左眼下方 仍貼著美容膠帶 而他也坦誠至今 心裡仍有陰影 盡量的去做後續的治療 因為就還是在那裡 以前不會擔心的敬畏 現在還是會啪啪的 滿幸運的 眼睛還在 都還是往好的方向走 不過話風一轉 談到他首次指導的電影 即將在10號上映 也讓他一度緊張到說話結巴 導演 終於要上片了 您現在心情怎麼樣 就 就比以前 這次結巴是不是 就比以前緊張 我從第一部戲開始 就沒有再預估過票房 導師主持人忙著敲邊鼓 喊出只要票房 能夠達到9453萬 就要有特別演出 然後穿內褲 三個人扮演911 跳來個蹦蹦 9453好了 先答應 一定啊 導演要一起嗎 可以可以 至於是否要再當導演 他則是回答得很乾脆 你該不會一步就不拍了吧 你要繼續啊 先休息一下 導演真的 就是不要輕易嘗試的一個工作 電影首映會 除了導演及演員出席 擔任監製的九把刀 以及柯爸柯耀宗 也一起出席 大家同場嬉笑打鬧 看得出柯震東 正逐漸走出受傷陰影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